好,等一下幫我開啟舊檔 開啟舊檔 再給同學的資料夾裡面2D上課練習 幫我打開這邊會有一個叫做建築平面圖 好,我們用建築平面圖來介紹一下滑鼠跟鍵盤的操作 好,當我選擇開啟的時候會出現這樣的一個設定 幫我先置換一下文字 好,選擇先置換,選擇Chinese,確定 好,這樣子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個建築平面圖 好,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滑鼠 滑鼠左鍵,左鍵是所謂的選取功能鍵 你在選哪個指令 或者是你要選取哪一個圖形的時候 我們會用的是左鍵 好,選取功能鍵 這個應該最沒有問題 好,最常用到的就是左鍵 再來呢,中間的滾輪 中間滾輪主要是控制畫面的 好,輪子前後拉遠拉近 什麼意思 你用你的滾輪,游標移到哪裡 往前推,這地方拉近,往後拉遠 游標移到哪裡,往前推,拉近,拉遠 有沒有 好,那請問一下 這樣的拉近拉遠會不會改變圖形的大小 原本是500,會不會變成600,700,800 不會喔 好,純粹是放的比較遠 你看的範圍比較多 但是看的比較不清楚 你拉的比較近 你看的範圍比較少 但是呢,你看的比較清楚 純粹是遠近的問題 跟圖形的大小沒有關係 好,這是第一個 再來呢,還有呢 按著不放平移 按著你的滾輪 好,按著你的滾輪 它會出現一隻手 它可以平移你的畫面 好,把你想要看到的物件搬到你的眼前 有沒有 這是平移 滾輪按著不放,是平移畫面 好,再來呢 快按兩下,實際範圍 好,這個最常發生在第一次操作CAD的同學身上 有的時候呢 你可能滾輪往前滾太多了 就會跟我講 老師,我剛剛的圖怎麼不見了 這時候不用緊張 滾輪快速按兩下 就彈回來了 或者是你不小心把你的畫面丟得太邊邊了 這時候怎麼辦 也不用緊張 滾輪快速按兩下 這時候畫面就彈回來了 有沒有 好,這個我很常用 就是我們之前 我們之後會請同學畫一些作業 常常呢,會有同學交作業給我 然後當我開啟同學檔案的時候呢 第一時間我會發現奇怪了 我怎麼看不到圖形在哪裡 好,你看喔 我這邊故意喔 我畫一個超小的圓喔 假設我畫一個超小的圓 有沒有 遠遠看是不是根本看不見 當我開到這個圖檔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發現 奇怪怎麼沒有圖 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滾輪快速按兩下 如果這張圖形是有東西的 它會立刻彈到我的眼前 我如果滾輪快速按兩下 怎麼沒有彈到我的眼前 第一個我就可以先判斷 它是不是寄一個空的檔案給我 你可能畫了沒有存檔 你就把檔案寄給我 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好,這是我非常常用到的一個工具 好,滾輪快速按兩下 它就可以立刻把畫面彈到你的眼前 好,這個倒是要注意 好,滾輪的部分請同學先玩玩看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右鍵 右鍵有一些軟體上面翻譯成所謂的快顯功能表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所謂的附加功能表 右鍵的功能很多 我沒有辦法一個個的寫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鍵 在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表現 你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會出現這一堆東西 游標移到這裡 好,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會出現這些 游標移到這邊按右鍵 游標移到這裡按右鍵 游標移到這邊按右鍵 游標移到這裡按右鍵 移到這裡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 都出現不同的東西 移到下面按右鍵 移到某一個指定上面按右鍵 按右鍵 你會發現都會出現不同的設定 這代表的是 右鍵是所謂的附加功能 當有一些東西你找不到的時候 不妨按一下右鍵 它說不定就是藏在右鍵裡面 以後上課的時候呢 我會跟同學說 同學請你到哪裡按右鍵 請你到哪裡按右鍵 久而久之 你就知道右鍵的功能在哪裡了 好,這個 同學等一下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先按按看 等一下呢 我們就帶同學來實際的來操作 這三個按鈕 好,先玩一下 來,我們來做一下綜合練習囉 來,等一下呢 我想要請同學幫我放大這個馬桶 讓我的馬桶的最上緣 能夠很靠近這個螢幕的邊邊 讓我的馬桶最下緣 能夠很能夠緊貼著這個下緣的邊邊 這要怎麼做 我們會說嘛 用滾輪去滾嘛 滾輪往前是不是拉近拉近拉近呢 可是呢你會發現呢 這個滾輪它跳動的時候是有個間距的 往前你現在覺得不夠 往前的時候呢你又覺得超過了 有沒有 往後又不夠 往前又超過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可以在空白的地方 按一下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縮放 好,用右鍵去把這個功能叫出來 然後呢用左鍵去點選它 這時候會出現一個放大鏡 有沒有 這時候左鍵按著不要放 你可以發現你可以做個比較細緻的微調 有沒有 滾輪剛剛可能是從1跳到10 現在呢用這個放大鏡可以12345678910 它可以做比較細緻的微調 往上拉往上拉 然後呢這邊快到頂了 這邊還沒碰到 這時候呢你可以按著滾輪平移下來 然後呢再按一下右鍵選擇縮放 然後呢稍微再往上推推推推推 想辦法幫我撐到最大 好吧 好這時候差不多了 右鍵結束 這個動作你的左鍵右鍵滾輪 你都練習到了 好 再一次喔 先用滾輪先做到大概 然後呢再按一下右鍵選擇縮放 左鍵去點它 然後呢左鍵按著不要放 往上推 往上移一下 往上移一下 可以拉動你的畫面 欸 這邊超過了 這邊還不夠 我們可以呢滾輪按著 往下平移 有沒有 然後呢再按一下右鍵縮放 稍微縮回來一點 縮回來一點 好幫我想辦法 把畫面撐到最大 右鍵結束 有沒有 好玩玩看 這樣子三個按鈕都練習到囉 好試一下 感受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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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